在加州处处都需要开车 有时发生车祸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在发生车祸时 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享誉男家的话 明胜律师事务所也为民众整理出了以下的重点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 车祸发生以后 我们的客人通常犯这个错误 就是说第一 马上跟他的保险公司联系 或者跟对方保险公司要求赔偿 而且是说很乐意地跟他们合作 给他们的电话语音 这个是错误的 那保险公司非常高兴你们这样做 因为其实律印了 就是说以后是他们用来做警局的 而且是说保险公司是非常有经验的 当他拿你的电话律印的时候 问你的车祸经过的时候 不是一句话 他问你很多东西 这里面基本你这个车祸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知道是说 你要叫他赔偿人生受伤 他可能发了一大一份的习件 在问你的人生受伤的问题是哪里痛啊 因为当时发生的时候 可能你根本不晓得 或者你当时你没有感觉什么 所以说哪里不舒服 很多客人是一两天以后才发生也不舒服 所以以后你们发生车祸 第一个最重要是说你要找律师 如果这个律师愿意帮你的话 等于你这个案子就非常好 那这时候 你是给他源泉代理就可以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当然你们可以打电话 到我们华明森律师事务所 6262826868 谢谢